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地方有一头牛生了一个五条腿的牛犊子 或者又有一个记载说 我们这个地方天上掉下来一块奇怪的石头 说我们这个地方什么等等 按照当时的情况 如果怀柔这个地方有一个好事 永田万寝 而且它居然是一个平民 因为这个史料没有说好事是一个什么达官贵人 如果是达官贵人 那肯定有它的传记了 也不会不知道它的名字 只知道它叫好事 没有任何材料表明 金礁的这样一个怀柔县 曾经有过拥有万寝土地的好性 或者其他性的巨富 至于张居正讲的庶民 更是莫名其妙了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 张居正只是表示 他对有一些平头老百姓能够负成这个样子 表示很不满 他说你又不是老革命 又不是大官 你只是一介平头北姓 你怎么竟敢比当官的还要富呢 他就很有意见 而在表达这样一种情绪的时候 很有可能 他就随口在那里说的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所谓七万寝 实在是一个太离谱的数字 我们知道当时整个明朝 传国的土地也不过才四五百万寝 所以一个平头百姓就占到七万寝 这已经是什么概念 已经是云南贵州这两个省 所有土地的总和 而且超过明代公认的最大的地主 就是我前面讲到过的那些王府 我们现在我刚才已经讲了 按照以前的说法 这个福王占地三万寝 瑞王占地多少万寝 王府尚且没有占地三万寝的 而且我前面已经讲了 这个所谓三万寝 其实也是只需乌有 实际上只不过就是有一大笔税 而一个平民如果占地真有七万寝 占了两个省的土地 怎么会连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呢 其实啊 明清两代老实说 真正可靠的数据中 一个平头百姓 不要说有田七万寝 就是七千寝 一千寝的实力 都是很难找得到的 是吧 我们今天看得到 占地比较多的 基本上都是权贵 真正民间地主 占地比较多的 在清代 基本上都是 很晚很晚 在清代新疆灭亡的时候 是吧 清末明初 当时有一些 在海外赚了钱的 华侨 是吧 这些人的确钱很多 是吧 然后在国内投资买地产 形成了比较多大的 那种平民地产 是吧 除了这种华侨以外 老实说 一般的平民地产 规模都很小 都很有限 是吧 大地产 基本上都是官僚权贵 是吧 那么因此啊 这个 这个 明清两代啊 赵刚先生和其他人证明 这种关于大地主的记载 是不可信的 是吧 他们认为啊 明清两代 除了自耕农 就是中小地主 大地主主要是权贵 而且数量不多 是吧 因为我们 我们知道 中国权贵 虽然占地 非常之可怕 但是大家要知道 中国 这个权贵 是不是世袭的 是吧 因此而且就像 就像星期级讲了 是吧 中国这个政治啊 这个权贵 经常是兴衰不长 是吧 党内斗争很剧烈 是吧 什么时候你就成了 那个 那个 招 你今天是权贵 明天你也许就 被冲军了 是吧 被磨产了 所以这个权贵 他也是 变动很大 是吧 一个具体的例子 就是明代权贵 占地最多的一个人 很著名的一个人 就是海瑞的恩师 是吧 当时的 那个宰相 其实是大学士了 是吧 大家通称他是 是那个首府 是相爷 是吧 就是徐阶 徐阶这个人 据说在 那也是横行不发的 藏士欺人 在他的家乡 松江华庭一带 霸占了大量的土地 但是徐阶 他并不是一个贵族 他只是一个官僚 是吧 他死了以后 他的儿子不能够继承 不能够世袭 这个地位的 是吧 他死了以后 他的儿子 当然如果科举考试 考上了公民 可以当一个官 是吧 但是如果你没有公民 如果你这个儿子比较傻 你考不上科举 那你当然就是白丁一个 白丁一个 再分家 再喝点酒 再吃喝嫖赌一下 是吧 很快败落了 按照明代的记载 徐阶的孙子就已经 有讨饭的了 是吧 那么 是吧 那么这些人就说啊 说其实明代的土地 明清两代的土地 是很分散的 是吧 他们说啊 中国早期的大地产 倒是很多的 是吧 比如董忠书就讲了 说是 自从商鞅变法以后 是吧 费锦田 开迁末 民得买卖 富者田连迁末 贫者无利罪之地 是吧 诸如此类的话 可以有很多 因此他们说啊 这个 秦汉时代 这个土地 要比明清时代 要集中的多 是吧 2000年来中国 越发展到后面 土地其实是越分散的 可是这个说法 我觉得有一个 很大的问题 是吧 就是 他们能够证明 明清两代的 所谓大地产 很多都是 子虚无有的 那是因为 明清的史料 要比秦汉丰富得多 是吧 那么秦汉的这些大地产 是不是就是真有其事呢 是吧 比如说 张有益先生已经证明了 顾炎武讲的 无中之民 有田者十一 为人 殿作者十九 这个说法 很夸张 是吧 他举出 几本土地册证明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那么同样的 秦汉时代 董忠书讲的 富者田连千墨 贫者无利罪之地 这个是不是 就是夸张的呢 是吧 你没法证明 原因是 秦汉时代的土地册 我们谁也没见过 是吧 可是没见过 是不是就一定能够证明 他确实有呢 是不是只有明清时代的人喜欢吹牛 而秦汉时代的人就比较实事求是呢 这的确是很难说的 是吧 因此啊 东汉的王冲就说 说我们这些人呢 有一种习惯 言识者好征巧美 欲言识则言北 北则千亿 是与苏言协和万邦 识言子孙千亿 同一亿也 是吧 说中国人那个 那个文章里头的数字啊 是不可信的 这个王冲啊 王冲是秦汉时代的人 是吧 不是明清时代的人 啊 这个王冲说啊 我们现在的人啊 写文章啊 经常是形容他多 就动不动就说 啊 这个这个 上亿 上万 是吧 实际上是不是真的 上亿上万 谁也没有 仔细去量过 是吧 说那个动不动就说某个人啊 说某个 说那个某个国王啊 很有道德感召力 说协和万邦啊 一万个国家啊 都向他来朝拜 实际上天下哪有一万个国家呢 是吧 然后说某一个人 说子孙千亿 啊 子孙千亿 子孙千亿 那很了得吗 是吧 是吧 说这是 颜世者好征巧美 也就是说 不仅仅是明清时代的人啊 会夸大其词 秦汉时代的人 其实就一向有夸大其词的问题 是吧 只是啊 我们现在明清时代材料很多 所以我们可以指出啊 哪些东西是真正的夸大其词 但是秦汉时代 我们没有这些材料 是吧 没有这些材料 我们当然不能确凿的说 他们是夸大其词 但是我们也不能证明 那些东西就是真有其词的 是吧 因此啊 我觉得赵刚先生的那种说法 是不是能成立 严格的说 我们还要打一个问号 但是至少可以说 说明清土地的集中程度 要比秦汉更高 这种说法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是吧 当然了 赵刚先生有一种相反的说法 这个说法是不是有根据 恐怕也值得质疑 是吧 因为赵刚先生他讲的那个 他那个理由就是 秦汉时代的大地产都是靠不住的 是吧 而不是 明清时代的大地产都是可以证伪的 是吧 但是秦汉有很多大地产 可是我刚才已经讲了 秦汉的大地产是不是也可以证伪呢 是不是就可以证实呢 是吧 恐怕也未必 所以啊 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应该说还是存疑 是吧 我们只能说 我们没有什么根据说 明清的土地就比秦汉更集中 当然相反的根据 恐怕我们也没有 是吧 我们只能说 那个说 原来的那种说法 是无从证明的 是吧 但是 如果说在同一王朝中 后期 是不是比前期的土地更集中呢 这个问题 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些 可比的材料了 是吧 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 如果是汉 如果讲汉唐 那已经很难讲了 是吧 正如我前面讲到过的 时间太早 文献无争 我们现在没法知道 汉唐的 王朝初年和 王朝末年 到底哪个土地更集中 但是宋代 清代和民国 这三个朝代 我们是可以做一些分析的 是吧 宋代 土地策 我们已经看不到了 但是宋代的统计啊 有一组数字是很有意思的 只有宋代有这种统计 到了明清 就没有这种统计了 什么统计呢 就是宋代的户籍啊 是有主户和客户 两种数字的 是吧 什么叫做客户呢 按照宋代人的说法 所谓客户 就是没有土地 借根别人土地的那些人 叫做客户 什么叫主户呢 主户就是自己有土地的人 当然这个所谓自己有土地的人 可能是自耕农 也可能是地主 是吧 主户中分成五等 最富的是一等 然后二三四五 是吧 五等户啊 一般认为就是属于 虽然有土地 但是土地很少的了 那么现在我们不知道 北宋的土地 到底是有百分之几 集中在大地主手里 是吧 我们没法计算 经历系数 我们也没法 给北宋的人 给宋代的人 进行 占有土地的 那些分类 但是我们明确知道 这个所谓客户 在北宋初年 曾经相当多 是吧 北宋太宗年间 客户要占到 百分之四十一点七 到了北宋末的 元福年间 就降到 百分之三十二点七 是吧 到了南宋 这个数字 还有进一步 降低的趋势 南宋 传国的记载 已经 很少看得到 但是南宋的地方字 比北方多 比北宋多 是吧 从地方字看 每一个省的 每一个地方的客户 也有继续减少的趋势 那么这里头 就有一个问题 是吧 一般按照记载 客户是无地农民 是吧 那么如果按 我们相信 北宋的这个记载 就是无地农民 在北宋初年比较多 到了北宋末年 无地农民 反而变少了 这个数字 可靠不可靠呢 是吧 这就是一个 争议很大的问题 因为呀 北宋的户籍 有一些现象 现在成了研究 中国经济史的人 非常感兴趣的 千古之谜 是吧 比如 北宋的户籍啊 户数与口数的比例 特别奇怪 特别奇怪 北宋的 它的那个户口统计 有多少多少户 多少多少口 其中 每户口数最高的 也不过才 2.4口 比重最低的 平均每户有口 只有一点几口 是吧 只有1.6口 这怎么可能呢 是吧 这个北宋 好像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 北宋的所有的人 都是独生子女户 甚至都是丁克家庭 是吧 这个 是吧 这个一家人 只有两口多一点 是吧 这个 甚至不到两口 是吧 这个 听起来就 有问题 但是 尽管有问题 那么 这就有两种可能 一般人讲 大家都不相信 这个 北宋的这个户会那么小 那么 到底 北宋是 多计算了户呢 还是少计算了口呢 这就有两种可能了 是吧 一种是这个户 其实本来没那么多 是吧 但是 北宋的这个人口统计 把这个口给 计算多了 是吧 这是有理由的 因为北宋 我刚才已经讲了 他要分 主户要分 12345等户 而且 这个户等越高 证明你越富 国家的付税征收 主要是 遥育征收 就越厉害 所以 北宋的人 有一种趋势 就是尽量要减低户等 那么要减低户等 采取的一个办法 就是 鬼名止户 是吧 就是 本来明明是一家人 他要抱成两家人 是吧 本来没有分家 他要抱成 已经分家了 为的是 就是要在 要降低户等 是吧 降低户等 就可以减少一些 我们现在称之为 农民负担的 那些东西 是吧 可是有人说了 是吧 虽然从农民的立场 是这样 可是 另一方面 正因为是这个原因 政府 是要想方设法 这个 多报的 是吧 所以 他们说 其实 老百姓的 鬼名止户 一直受到 严重的打击 是吧 不太可能 真的 放任 这个鬼名止户的 发展 他说 但是 当官的 北宋的征收 主要是以户为单位 因为他们征税 主要都是以户为 为单位来征收的 而对口 其实是不重视的 是吧 因为 北宋并不征收 人头税 是吧 他只征收 那个户税 是吧 所谓五等板部 按照 那个五个户等 是吧 富人多征 穷人少征 是吧 按照这个标准来征 那么正因为 人口 并不是 纳税的依据 所以官府 并不重视 所以现在 有人提出一个相反的说法 说不是 户数多报了 而是 口数少报了 很多人 没有统计进去 是吧 那么 关于客户的比重 是不是真有那么多 也是有争论的 是吧 有一种人说 说这个客户 肯定是多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 人们为了逃避赴税 都愿意说 我没有多少田产 有田产 也说成是没田产 是吧 因为按照北宋的 那个法律 其实宋元明清 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 没有土地的是 不交税的 是吧 这个主要 国家征税的 主要的项目 就是土地税 是吧 所以啊 这些人说 当时有一种倾向 就是这些人都隐瞒田产 是吧 他们向官府上报 有土地的 都说没有土地 因此这个实际的客户 要比这个数字要少 但是也有些人说 相反 因为当时啊 这个官府对 地方官 那个前两 要进行考核的 是吧 其实我们现在 都有这个问题 是吧 你财政征收 这是你的政绩的 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是吧 你招商引资 你这个财政收入 比上年增加多少 是吧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绩 如果你财政收入下降了 那你考核就不合格 是吧 你要升官就很困难 是吧 那个时候也和我们现在一样 有所谓的政绩工程 是吧 需要造一些数字 是吧 因此他们说 是吧 实际上 对于官府来讲 他不但没有 多报客户的动机 他还有少报客户的动机 是吧 他会把一些没有土地的人 也报成有土地的人 是吧 以便增加那个 纳税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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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那么这两种说法 老实说 我们不知道 哪一种更可靠 是吧 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客户到底是 比实际的情况多呢 还是比实际的情况少 但是我们知道一点 是吧 这就是统计学上的一个 一个定理了 就是 在统计偏差 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往往 相对性统计 要比绝对性统计 更可信 是吧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大家大概能够理解 就是 假定 比如说吧 我们 假定 这些当官的都有夸张 这个 农民收入的 这个 这个趋势 是吧 那么 每一任的官 他都把农民的收入夸大了 比如说 我们以前经常讲 是吧 某一个地方上报 农民的人均收入 今年是 三千元 是吧 那肯定有水分的 是吧 也许不到三千元 是吧 那么 十年以后 是吧 他说我已经涨到三万元 是吧 那很可能 也有水分的 不到三万元 是吧 但是 如果我们假定 这两个数字 都有水分 但是我们没有什么根据说 这个水分会 越来越大 或者是 越来越少 是吧 那么我们可以假定 这个水分 是不变的 那么因此 三万元 三千元 这两个具体数字 我们认为是不可靠的 但是 增长了十倍 我们还认为是 可靠的 是吧 这个道理可能大家 不难理解 除非你能够证明 不但这个数字不可靠 而且水分 还会越来越多 或者越来越少 是吧 因此 对北宋的客户统计 我们现在也抱这样的态度 我们不知道 北宋初年 客户是不是真正的 有41% 北宋末年 是不是真正有32% 但是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 北宋末年的 夸张程度 要比北宋初年 有怎么样的变化 是吧 因此我们还是可以假设 北宋末年的 无地农民 要比北宋初年少 而不是比北宋初年多 是吧 至于到底是多少 我们不知道 因为这两个绝对数字 我们都持一种 存疑的态度 是吧 那这是北宋的情况 他既然无地农民在减少 那么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 土地是在分散的 不是在集中的 清代 我们没有全国性的可比指标 但是清代由于距今未远 是吧 有一些地方性的数字 在我们可以收集到的地方性数字中 我们可以看到的案例 都是清出的土地 要比清末更极重 是吧 比如我刚才提到的 康熙时期 江南苏州 两个土的土地分配 吉尼系数达到0.8左右 这里我要讲 张友毅先生用来驳斥 顾炎武讲的那个 有田者11 无田者19的 就是这两个土的土地分配 是吧 这两个土的土地分配 应该说是比较集中的 相对于华北来讲 是比较集中的 但是也没有达到 有土地的人只有十分之一 十分之九的人都没有土地 也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是吧 但是尽管没有达到 顾炎武讲的那个程度 与清末相比 这两个图在康熙年间反映的情况 还是更为集中 是吧 吉尼系数是0.8左右 而到了清末民初 大家知道 这个地区的同类指标 已经降到0.5左右 进入民国以后 这个指标继续下降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 是吧 像无锡 长熟 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 吉尼系数都有明显的下降 那么民国 我们知道的材料就更多了 是吧 尤其是土改 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土地统计 我前面提到的郭德宏教授 是吧 中央党校的 那个原来的党史研究史的 教研史的前任的主任 是吧 他曾经有过一个断言 他说地权在旧中国的几十年间 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几十年间 是趋于分散 不是趋于集中的 如果指尽封建性占有部分 这种分散趋势更明显 什么意思呢 他所理解的封建性占有部分 指的就是用于出租的这一部分 是吧 所有的地产 民国末年 要比民国初年分散 而这些地产中 真正用于出租的 按照郭德宏先生的理解 出租 那就是封建性的 是吧 用于出租的那些地产 到了民国末年 又比初年要更分散 是吧 而且他这里讲的民国末年 是指土改前三年 是吧 也就是说和土改 平均地权没关系 是吧 这是指的 这不包括中共土改影响的地区 也就是说在民国时期 后期的地权集中程度 也比前期少 小 而不是比前期大 这就是郭德宏先生 在他的书中 给出的两个图形 是吧 那个意思 第一个图形 就是这个 所有土地的集中程度 是吧 也就是说农民拥有的土地 逐渐在争夺 地主的土地 逐渐在减少 这下面这个图 讲的是地主的土地中 用于出租的部分 是吧 那么减少的就更明显 是吧 那么农民的土地 加上地主的土地 用于自己经营的那一部分 那增加的就更明显 是吧 这是根据土改时期 各地的几百个统计案例 是吧 综合计算得出来的结果 因此我们可以说 以前的一种说法 说王朝初年 是一个自耕农盛世 到了末年 土地兼并 自耕农就消失了 是吧 这个说法 恐怕是有问题的 是吧 至少我们没有什么材料 证明这种说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